尤其我们应主有一段开示 陈德印象很深 他老人家讲 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 从理上讲 不离心性二字 从事上讲 不离因果二字 大家能遇到这些大善之士 都是很大的福报 完了应主文超 分量不小 但是事实上 我们能 把祖师的几句话 时时放在心上 受用就大了 从理上没有离开心性 心性其实就是真旺 佛讲的 是让我们明白真心 去掉忘心 一切教理 以民心为要 没有讲别的 让我们真明白 真忘 用真心 不用忘心 老法师慈悲 更善巧 让我们去体会真心 所以他老人家讲五心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们就更好 去体会 我现在的心念 跟真心 相不相应 从事上 不出因果 两个字 那代表我们 所欲的一切死 都是因果 那假如人知道 我现在是过去的因果 我的现在又是未来的因 欲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所以我看 现在我问大家问题 大家都没有 反馈 那可能是我过去 我坐在台下的时候 台上的老师说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要分享 我都没有反应 我中了那个前因 现在得这个结果 随时因果都在相续 所以诸位教育界的同道 你们希不希望 你们以后在台上的时候 问同学们问题 然后他们比较踊跃 回馈 feedback一下 这个也是 众因得果 都离不开因果 所以人 随时要做角色的呼唤 我记得当时候在小学服务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参加 演习 也是看到上面的教授说 大家有没有问题 结果底下都没反应 后来我就想说 我那 这个 我们得做个回应 种这个善因 结善果 人能不能随时随地 深信因果 他就不起烦恼了 烦恼啊 大分三种 过去烦恼 现在烦恼 未来烦恼 人 假如深信因果啊 他对过去 不懊恼了 我们有太多的烦恼 都是 哎呀 我当初不这样就好了 甚至于是 落了过去的情况 然后对现在 产生比较 又开始烦恼了 很难安住当下 而真正的烦恼根源呢 还是在有要求了 诸苦皆从 贪欲起 不知贪欲 起于何 人只要无求了 他的烦恼 基本上就 大半都没了 人生都是求不得苦 首先呢 我们要把 求完美的 这个执着点要放下 我不是指哪一个星座 是完美主义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但是这也是 人的一个执着点 所以真正 我们会修的 就是随时 关照自己的念头 烦恼就是 忘心做主了 一转 真心现前 烦恼就没有了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无人不上 那诸位老师 你们惜不希望 自己的学生呢 烦恼一起来 他马上 阿弥陀佛 烦恼一起来 他马上正念现前 他不被 望面 牵着走 我相信我们 每个老师都希望 每个父母也希望 每个父母也希望 但是我们现在得表法给 孩子看才行 我们一直跟孩子讲 传统文化很好 佛法很好 但是我们当父母老师的 不怎么笑得出来 脸上常有忧虑 牵挂 那这个法就表不出来了 父母老师的一个表情 是因 会种在孩子的心田里面 因果 自己种的因会影响自己 自己种的因也会影响 学生 孩子 你身边的人 所以 懂因果 不怨天不由人 懂因果 警觉性很高 随时会种因 随时会召感未来果报 所以念头不能乱动 所以灵之禅师 有一段话讲 用心皆明定业 我们起个念头 用心起个念头 就是一个种子 叫定业 因为种子种下去了 种子不可能不见 人迁来报 这个种子种下去了 在未来遇到缘 它就会呈现果相 人迁来报 种颤不亡 你忏悔 那个种子不可能不见 佛都已经证了圆满佛了 他还有马脉之报 他也不媚因果 他还是要受报 只是他受报 他不起烦恼 他甚至于在受报的时候 他还为人演说 所以世间人觉得是恶缘 对佛菩萨来讲 统统是法缘 转成利益众生 表演让众生 深信因果 都是水月道场 所以一个老师 假如能够理智到 一切境界不动情绪 老师每天上课也是 大做梦中佛事 星见水月道场 老师上说学佛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也往这个方向 去努力 每天遇到每一件事 都可以去启发学生 多快乐 启发家人 那首先是我们不能 被这个境界转 不能被这件事 我们陷入情绪当中 那就大家都在 情绪的痛苦之中 所以要利益人 首先要利益自己 要爱人 首先要能爱自己 爱自己具体在哪 不用忘心 一用忘心 我们就在烦恼的痛苦里面 所以三十纪念 告诉我们 诸苦皆从贪欲起 那会学的人 那我今天 从今天开始 我不贪求了 这他的人生就变了 他有没有听到 诸苦皆从贪欲起 他深刻体会到 哎呀 我都是自己 自作自受啊 我不贪 不就没有这些痛苦了吗 他有触动他了 我不干傻事了 刚刚跟大家强调 要触动内心深处 那真看破了 不干自讨苦师的事了 自作自受的事不干了 所以 因忘自信弥陀佛 诸苦皆从贪欲起 不知贪欲起于何 因为我们忘了 本有的真心 让忘心做主了 因忘自信弥陀佛 意念分尺 总是磨 不只忘了真心 还让这个忘心一直相续 从贪 慢慢贪不到 脾气出来了 称心 慢心跟着来了 我们不要小看了 有时候念头一起 贪嗔吃慢疑 都现前了 比方我们跟学生 互动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多少次了 你怎么还不听啊 第一个 有没有贪 有啊 有求嘛 我都跟你讲多少次了 我们讲不是为了 求他要回报啊 讲是尽我们的责任啊 可是我们讲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求了 他没有马上照做 贪心起来 贪不到 撑 撑起来 吃了 不够理智了 被境界转了 也有慢 我们比较高 还是比较低 假如这一件事情 是你的领导 那你绝对不会这样 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学生 他比你小啊 你才会有这种语气出现 假如是你的父母 你的领导 你会因为他没有 没有造你的 你给他讲到 讲的事情 你用这种语气吗 再来这里面也有疑啊 我们假如相信他有如来智慧得向 我们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了 所以这是五读哦 我们不能让五读做主哦 所以这个经教啊 不再学得多 学得有领悟 进而去用 那一句就 很深很广地受用了 就像刚刚跟大家举的 应主这一句话 理上不离心性 二字 那我就随时提醒我自己 要用真心 不用忘心 那一天就有很大受用了 一切都不离因果 那我没有过去的懊恼了 我也没有未来的需求 为什么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所以真心性因果 应该没有未来的担忧 再来在当下 我每一个思维 要是依据佛菩萨教会 那我当下就不会想错 我也不会犹豫不决 考虑好了 用辱事道 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 都考虑完了 当然你真的觉得 这个事关重大 还是不够放心 那你可以 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卦 当说 玄奘大师 西天取经 好像也有 用这个 三十二卦 我们应光祖师 也有水洗 这个观音感应领可 但是大家 不要用执着了 我今天该不该出门 我补个观音签吧 我今天吃不吃宵夜 我也补个观音签吧 这会补出执着来 重大决策的时候 这个在用 所以 佛法假如产生执着了 那就 不得受用了 一产生执着 它就不是佛法了 因为佛法 这个佛字是绝 一有执着 它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当初 文殊菩萨 对着大众说 哪一个职务是要 取过来 善财同子是文殊菩萨的弟子 结果 善财回答了 遍地都是 确实 每一个职务都有它的属性 你会用的话 都是要 我们看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那法僧大师会用 贪嗔痴 也是要 但是要有那个境界 才能这么用 所以 这个五十三餐 有三位善之士 贪嗔痴 度众生 善财同子 没有赞叹 其他的 都有赞叹 这不是一般人 能用的 所以善财同子说 遍地都是 接着 文殊菩萨又说 哪一个是要 取过来 这个时候 善财同子 能不能又说 遍地都是 大家觉得 能不能这样回答 所以这个不能被公事 跟文殊菩萨配合教学 一开始说遍地都是 精彩 都是 没错 文殊菩萨第二次 又说了 哪一个是要取过来 你不能又说遍地都是 所以传统话 不能套公事的 有时候我们在讨论 怎么办呢 看着办 但是看着办 内心里面 随时 能提得起 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 看着办不是 不负责任 不是我们以前学的 差不多先生传 不是那个意思 要看实际的情况 就是论事 去判断 所以当下老师又问了 这个时候 善才同志马上 拿了 这个底下的一个草药 递过来 结果当下 文殊菩萨说了 此药 能救人 也能杀人 那这个对话很深刻了 我们现在学传统文化 假如我们是执着 那这个药就变杀人的药了 会搞得自己痛苦 搞得别人也很痛苦 比方说 老法师说了 要护念孩子的清净心 让他不要受到污染 可是假如我们听了以后 孩子把他 就在一个学堂里面 他才五岁 他才六岁 这不让他接触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防止污染 你看这样操作下去 会有问题的 孩子 他的人格建立 他孝涕中性的这些心境 他是要在一种环境当中 很自然的 养成的 不是刻意操作出来的 现在的刻意操作太多了 可是刻意操作的人 又觉得自己依教奉行 但是他又是一把手 他又是负责人 那就是那里的姻缘 所以人的善根 不是被要求出来的 是在境界当中自然引发出来的 可是我们现在那种要求的心很强 一遇到传统文化了 就拿着经典去要求孩子 要求家人 可是却看不到自己 内心的要求控制 所以叫 做好事就强势了 现在有一句话叫 爱你没商量 那大家想一想 他爱你没商量 那被他爱的人会怎么样 很有压力 所以我们应该让他的沦场在 自然的状况 然后减低外在的污染 而不是刻意操作到 他整个成长跟父母的互动 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互动 不自然了 甚至于 打电话回家 不能超过五分钟 不然跟家里人打电话 产生情职 你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都是用佛法 但是对人心 他没有柔软的去感受 你让一个孩子打电话 不要超过五分钟 他光电话拿起来 就开始紧张了 所以菩萨有适得 这也是我们要实时 拿来效法 因为它是标准 我们效法这个标准 我们是在行菩萨道 不效法这个标准 可能就用我们自己的习气 柔和直指摄身德 要柔和 要真诚 所以 真正我们现在要回到的 是在我们自己的心地下功夫 我们的心地 假如没有随顺真心 那我依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不是真心 我们的控制要求 都没放下 我们负责的事越多 我们造的越越重 其实很多人很羡慕当领导 那个羡慕本身也是一种 轮回里面的习气 人家当领导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不羡慕当领导 为什么 位置越高 因果越重 当然 我这么一讲 别让我做领导 别让我做领导 我什么都没说 不然 下一节课 我们极乐事就不让我讲 都是听 成德瓦斯听完之后 我说不干领导位置了 那不干领导了 那要干什么 不干了 我退 往后退 往后退 退到哪去了 没得退 安住当下 用真心 该承担的承担 那承担呢 也不是应承 该跟领导 该跟领导汇报 跟领导汇报 该 这个 善用 同人之间的 团体力量 带动起来 其实啊 我们只要念头 没有退缩 没有恐惧 你在正念当中 那佛菩萨的加持 就下来了 难道佛菩萨会不知道 现在很难吗 不可能 你说是祖先 佛菩萨着急 还是我们着急 当然这个召急 不是深烦恼 就是很恳切 大家不要执着 在我的用词上 所以老法是说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可是用出来 也不是激动 随时 还是用辱世道教的 做人做事 来判断 来说话 沟通 来处理事情 所以这个柔和直指 很重要